大家好 我是Ernie 沒有錯 就如同我們標題所言 根據EEE人力銀行調查發現 台灣的觀光旅宿業 與去年同期相比 有一大半的業績都下滑 那麼呢 我原本是不打算錄這個影片的 直到我看到了 抖道來標題上面寫著 國旅大衰退 六原因出爐 哇靠 這個感覺好像怎麼樣 孫悟空被壓在 五指三下 五百年的時間 好不容易破山而出的那種震撼 出爐 六原因出爐 我以為是什麼驚人之舉 有什麼驚天地氣鬼神的發現 結果沒想到 點開一看 大失所望 所以我們今天不得不 徹底的把它解析一下 第一個 國人旅遊意願改變 就好像說我建一間牛排館 生意不好 不是因為我今天的牛排 可能技術不到位 所用的牛肉品質有太加強 不是因為這些原因 而是因為客人的 隱私意願改變 就是說 先檢討消費者 再來下一個 國旅遊客一日游 減少出遊天數 坦白說我看不太懂 這是什麼意思 他可能是說 大家玩的天數都變少 不願意多玩幾天 那原因呢 為什麼遊客不多玩幾天 沒有講嘛 這個真相是什麼 我們等等就要來講 再來下一個 國際遊客變少 這不是廢話嗎 我就是想要問說 為什麼國際遊客變少 沒有連假 所以說以前是一年放三十幾個連假 然後現在剩三個連假是不是 這個每年的連假 多多少少就那幾個嘛 228 清明 勞動 端午中秋 國氣 全部都給你沒有連到假 也不過就六次嘛 所以少放了這六次 國旅就要崩盤 最後一個 人手不足 不敢接單 意思就是說 請不到人啦 但是這個 某方面來講 是生意太好的意思吧 心理太好啊 人手不夠 不是因為沒人要來 而是因為 我人手不夠 接應不過來 以上這些呢 就搞了老半天 所出入的原因啦 好像什麼都講了 又好像什麼都沒講一樣 那麼呢 我們這個節目 實事求是 真正的原因呢 其實你知 我知 獨眼龍也知道 差別就在於 願不願意挑明的來講 那未求公正 因為之前有人在我影片下方留言 說我都一直抨擊墾丁 然後在吹捧噴湖 所以呢 未求公正 今天我們就要以 澎湖作為例子 首先 第一個問題就是 延過其實 就在上個月的27號 澎湖才剛剛結束了一個 追風音樂節的活動 我相信在螢幕前的你呢 可能應該也沒聽過 這是什麼活動吧 他就被抨擊 卡斯雖然強 但是帶動的來客數很少 沒有到達預期的那個 觀光效益 那什麼是澎湖追風季 就是大家都知道 澎湖冬天的時候 那東北季風非常的強勁 也就導致澎湖的旺季 觀光只能做6個月 然後有6個月的淡季 有聽過天氣很冷的國家 大家去那個地方 是為了賞雪 玩雪 雪景很漂亮嘛 那也有聽過 去天氣很熱的地方 陽光沙灘 那種風光明媚的感覺也有 甚至哪怕就算是下雨 有人覺得說 下雨這個雨景 雨中漫步 這個浪漫的氣氛 那這種也有 但是說到 專程要去被風吹的 喔 這個 我還是真的很少聽過 就是呢 你不要言過其實啊 風在那邊吹 就是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 不要說是觀光河 東北西風起來的時候 澎湖冬天跑得好像飛 追風 嘿不要開玩笑了好不好 是風在追你吧 冬天有來過澎湖 你都知道 騎車假設你是向北 逆風的話 你那個騎車的速度 是你油門怎麼呸啊 都呸不起來了 這個上天就是 赤雨澎湖這樣的一個天氣嘛 放眼望去一片蕭條 那你就讓喜歡這種 滄桑孤寂感的人啊 他冬天醒來 他就可以享受一個 沒有擁擠觀光客的澎湖啊 也無不可 又是追風 又是音樂的 搞得風馬牛不相及 其實秋冬就是這樣子啊 你不要不能帶動 你硬去帶動他 這個世間萬物 有如潮水 潮起潮落 本來就會有旺盛的時刻 和休憩的時刻 不能搞的時候 你就不要硬去搞他 你與其要砸那些錢 不拿來業配我 之前有人說 我在那邊業配澎湖啊 欸 拜託欸 我連一塊錢都沒拿到啊 對不對 有沒有道理 是不是應該 我們前幾集在推廣澎湖的沙灘 也可以說是不遺餘力嘛 對不對 大家有沒有看著看著 現在就想要坐飛機來澎湖完了 再來第二個 同時也是台灣很多其他縣市 可能都會有類似的問題 就是 舌本竹墨 澎湖最吸引人的得天如厚 就是那個海鮮 和那片乾淨美麗的沙灘 與其要砸那麼多錢 去請歌星唱歌 不如先把我們的第三漁港魚市場 整頓成一個可以媲美日本的那種 乾乾淨淨的魚市場吧 澎湖海鮮好吃啊 這個是無庸置疑的 而且可接受檢驗 所有人都是有口皆杯 再來第三個 接受事實 其實台灣國旅 對於台灣人來說 相較於國外 本來就不是那麼有吸引力嘛 這個很正常也不用去強求 有一句俗話說 旅遊就是從你住膩的地方 去一個別人住膩的地方 更何況 如果出國旅遊又有其他的優點呢 當然我們這裡一定要先講一下 每個國家都有每個國家的優缺點 舉例來說 台灣的安全和方便 在世界是名列前茅 這無庸置疑啊 我在歐洲旅行的時候 那個行李是絕對不離身的 但是回台灣之後呢 我大可以把行李放在桌子旁邊 然後走進去櫃台點餐 甚至去上個廁所再回來 我都不會擔心我的行李會不見 但是呢 拿亞洲主要旅遊國家來說 泰國比台灣更便宜 日本呢 可能比台灣更精緻 日本料理的 壽司啊 哇那間海鮮真的是 燙得好吃 名勝古蹟維持得很好 那個日本的城堡什麼大阪城 現場看起來幾乎跟電影裡面 拍出來的一模一樣 歐洲旅遊就更不用說了 光是這個新鮮感就完勝 至於國際觀光客呢 當然別人會比較啊 那其實台灣觀光局 這個包裝已經做的算是人至意盡了 包含行銷啊廣告 但是一個商品 不能只看包裝 重點是它的內在嘛 有一個我自己覺得很嚴重的問題啊 就是行人在台灣的都會區 非常的難走路 我之前有看一個YouTube節目 就訪問一個奧地利來台灣唸書的人 他就說啊 幾乎沒有人行道可以走 常常要走在馬路上 會不會那種穿出來的車子嚇到 以我自己的經驗 因為我之前長時間都住在板橋 那個路真的是有夠難走 騎樓有很多早午 人所能通行的空間很窄啊 兩個人交會的時候 常常都要鞋子伸走 為什麼有很多人說 在台灣國旅 沒有那個輕鬆感 其實很大原因就是在這個 很難走路 如果去過歐洲主要國家旅行的人 一定都會有這個經驗 就是有兩個看似很簡單的事情 但是對人的影響卻非常大 路好走 空氣乾淨 在板橋 或是中永河 我不相信有人是喜歡走路的 除非你家樓下就是公園 那個交通啊 不客氣講 四個字 奇爛無比 而且這個路難走呢 好像 大家都已經習慣了的那種感覺 有人就發明在人行道上面 畫停車格 那沒有關係嘛 你摩托車總是要一個地方給別人停 對不對 可是呢 看一下這個 這個人行道上面 大概有四分之三吧 都拿去畫停車格 人人走的地方 比停車的空間還要小 你蓋了人行道 又在上面畫停車格 然後人變成要走在馬路上 那你當初蓋這個人行道要幹嘛 最後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總是會有一些那種 想要做一次性生意的人 就是光說可以來 要給你拚死的那種 不知道下次來是什麼時候 這次來就要給你很敲一筆 你知道 這麼貴 造成所謂的一顆老鼠死 壞了一鍋粥 觀光客運意來的時候 大家賠四名在談 那生意不好的時候 就開始愛白愛母 要這個補助啦 要辦什麼活動啦 怎麼不想想以前在賺的時候 是賺到多少 當然旅遊所謂時速型 吃飯住宿交通 你一個住宿櫃 就不知道打消多少人 不想在台灣旅行的那個念頭了 所以大家才會縮短旅遊的天數 或者是當日來回不過夜的那種 我們看一下這個 台灣除了固定的高山流水美景之外 政府能否想出軟體新亮點 造成世界風潮 讓世界旅客蜂擁而至 你的旅館或是飯店 如果是這種等級 然後賣這樣子的價錢 大家如果不買單的話 有這麼容易讓世界旅客蜂擁而至 這樣有這麼好的事情 那如果你也是喜歡旅遊的人 其實我之前有做一系列的 這個歐洲旅遊介紹系列 非常好看 推薦大家 那麼呢 本頻道也即將出發 下一趟的探險旅程 所以記得訂閱一下我的頻道 我們才可以在探險旅程中 再相遇啦 掰掰